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理讲说人王新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人通过城市劳动合法经营 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成就了百万千万甚至是亿万的财富梦想 那么在他们的创富过程当中做了什么项目 发生了哪一些的转机经历了哪一些传奇呢 2016年乡村法事剧场创富故事剧将为您解密 本期的主人公是江苏省金湖县陈桥镇建北村的梁小军 他被业内称为是北湖南养第一人 也是当地北湖养殖合作社的理事长 那么在北湖创富之路当中 他经历了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气温 老气温了 完了 完了 善完了 什么机弯仰弯呢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二哥 你看 家里就这点家的 你看着我啥 就拿去 先算个利息 杨维军 你就是受穷的命 养鱼赶上发洪水 全给冲走了 养鸡又赶上鸡温 全死光了 你天生就是一个败家子 我就不该把钱借给你 二哥 你看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都在还还 再还几天 这可真成了欠钱的是大爷 我倒成了孙子了 还拿你没办法了 今天我非得制止你 杨维 你说的啊 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二哥 你看着吧 行 我今天就要这棵树了 不能看 这是我撞的树 你 大人的事 小孩少仓户 等一边去 紧紧 紧误先 不 就不 二哥 你说都是相隐相亲的 您这是干嘛呀 就再宽敬我们两天不行吗 我求求您了 你还算男人吗 躲在老婆还在后面 呸 脑总 你还算男人吗 你这老婆还在后面 问 老总 老主 老主 ision 要幹什麼? 要幹什麼? 要死得了 要死得了 當時真是不幸福 怎麼這麼倒霉 讓魚泡的 讓魚濺濕的 幹什麼? 我去在哪裡渴望 讀了人生 就是本來人生老婆和小孩 和我一起受罪 被載到追上門的時候 我感覺自己真是沒有本事 不是個男人 根本不是一個成長的好娃娃 當時城裡人日能問問 看不出我 說我是個敗家子 但是我不會成日方式 我不想任何知識別人會收窮 我不認明我也不認窮 還寄錢啊 你啊 你能幹成什麼事啊 整天的瞎搞 再搞下去啊 還不比我女兒和你一起去要飯呢 不是我說你 當初啊 我們把女兒嫁給你 也沒想到她穿金帶人什麼的 就是要你們過個安生日子 可是你呢 左周腾右周腾 把家底兒都周腾空了 還欠你一屁股帳 怎麼還不消禁呢 當初我是看走眼的 你父母就那麼老是本分的人 怎麼就養出你這麼個兒子呢 爸媽 你們就給我這次機會 幫幫我 我認準這條路了 說什麼也不行 你這是瞎搞 花錢搞這個 水泡都不冒一個 我沒錢 有錢呢 也不能寄給你 媽 你看我爸多不容易 他從那個狐狸場打工回來 說了好多金呢 看著就心疼 這上外面打工 哪有不受罪的呀 還不是為了掙錢還債 好保重你一棵寶貝樹啊 可是他一直想要狐狸 我聽他說 小狐狸可愛極了 短短短的 眼睛一閃一閃的 媽 你就幫幫他吧 要不我去找外公外婆 我 你今天這作業做完了 明天不是要考試呢嗎 哪兒搞來的 你回娘家了 你先把話說清楚 再決定拿不拿這個錢 說清楚什麼呀 這是我最後一次回娘家拿錢 你要是再把這個錢折騰沒了 我也回不了娘家了 不會吧 爸媽說什麼了 是我自己沒臉回去的 這錢是半半的養老錢 他們都給我 如果還不上的話 我就帶著晶晶去城裡打工 再也回來了 你放心 這錢我一定還 一定 養北極湖屬於特中養 需要辦理野生動物繁育症 還有經營許可症 咱這裡養症齐全 這是咱可得說的錢的 那我就給你們介紹一下北極湖的基本情況 您說 這北極湖最早是從大北邊 也就是西伯利亞那邊過來的 這個選總湖 一定要選體格健壯 就是體重係數在90到100之間 老闆 這個體重係數咋算的呢 就是狐狸的體重和體長的比例 那你們又會問了 這體重好說呀 上称一称就知道了 可狐狸的體長呢 從哪算 我知道 這狐狸的體長 是應該從狐狸的鼻子尖 到尾巴根的垂直距離 行啊 你原來養過狐狸 我在狐狸養殖場打過工 這些都是師父教的 對的 你是從哪來的 我是江蘇金湖縣的 什麼 江蘇 黃河以南 都快到長江了 這個 這個狐狸啊 我真不能賣給你了 為什麼呀 這北極湖啊 最怕熱 越冷越好 我入行二十多年了 從來沒聽說過南方有誰養狐狸的 你把狐狸養壞了 再傳出去打我這劲的狀 這不是砸我的招牌嗎 不是不是張老闆 這養北極湖 是我個人自己養 養好養坏是我個人的事 赖不著別人 張老闆你放心 我肯定能養好 那不行 你說的容易 這養狐狸是個精細活 不是誰都能幹的 我知道我知道 張老闆 為了養好這北極湖 我去河北的狐狸養殖場打了一年多的工 怎麼育種啊 怎麼思慰 怎麼取皮 這些師父都交給我了 那不過南方啊 真沒有人養殖過北極湖 這萬一 不 這您放心 這要是養好了 是咱種狐好 這要是搞不好 那是我自己沒本事 不怨別人 爽快人 咱也不能辦點事 你要真把北極湖養好了 我高價回收 行 那張老闆 咱們一言為定 我不是做便宜是 Group 大衣 ANGEO 冰 YEAH 這個白 這個灰 這個灰 这个叫怎么这种声音呢 小军啊 你真有本事啊 把狐狸精搞到家里了 童风啊 也不吃醋啊 这些狐狸精啊 能给我家挣钱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为啥要吃醋啊 张口闭口狐狸精要出眉头的 这狐狸啊 是有灵气的 哪能随便养呢 这不是作孽吗 这 什么灵气啊 那你家养猪 养鸡 养鸭 还不是一样 诶 还真不一样 我听说了啊 养狐狸要办镇 什么特种养殖镇 还有金银镇 不顾你办几个镇 咱镜湖 这里能养成狐狸 而且是白鸡湖 你听这名字 白鸡 白鸡你镜湖多元啊 小鸡湖 我们走了啊 好好养啊 好好养 祝你发财 祝你发财 好 大白 你慢点吃 每次吃的东西都强 吃大饭可不好啊 小白 你可得多吃点 乖 多吃点啊 才能长大哥 你说你对这些狐狸啊 比对我跟闺女都上心 还跟她们聊上天了 这狐狸能听懂你说话呀 你不会是真吃醋了吧 是吃醋了 你呀 一天到晚陪着这些狐狸 又是给她们做粥啊 又是炖那小杂鱼的 还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我坐月子那会儿 怎么没看你这么伺候过我呀 你给我做过几顿饭啊 我不是 怕哑不好狐狸 万一还不上钱 你走嘛 看看你呀 现在都长皱纹了 老了 你看 这狐狸都乖了 这个呀 最能吃了 对 你看它长了 这狐狸都乖了 你看 那居然不上 你不上乎 你不上个人 我不是说了 你不上乎 看这个呀 你不上乎 你不上乎 我看这个呀 不上乎 你不上乎 我看这个呀 小白 小白来 吃点东西 小白 这一天都不吃东西怎么行呢 小白 喂 刘少依 对对对 我们家狐狸病了 身上长虫子了 对对对 不吃东西 您赶紧过来一趟 没给狐狸看过病 不是 您不是咱们县里的兽医吗 没见过狐狸 喂 叔叔 到底怎么说的 这书我从头翻到尾 这上面也没说这狐狸身上长虫子是怎么回事 你说这怎么弄 我当初我师父也没跟我说这是什么情况 他问了别人呗 全都问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问我是怎么养的 你说 你说我就是按学来的方法那么养的 有什么差别 能怎么养啊 爸 你以后别养狐狸了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叫你别养狐狸了 他就能不挂玩了 为什么呀 晶晶 晶晶 看看 你这脸怎么弄的啊 跟同学打架了 他们说 我身上有一股狐狸嗓味 还骂我 说我是狐狸精 还说我爸是拍家子 我欺负过 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好了好了啊 不哭了 咱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这谁家的孩子啊 我去找他去 欺负我女儿 我绕不了他 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我家天天最乖了啊 妈妈妈的命就好吃了 我想这事 不能就让他算了 欺负我行 欺负我女儿不行 行了 你跟孩子掺和什么呀 小孩不都这样吗 今天跟这个好 明天又跟那个打架了 算了吧 那不过话说回来 要说有味就你身上有味 你今天晚上必须洗澡啊 有味吗 你闻不出来啊 一身的狐狸味 你整天在那个狐狸棚里 又不透气 熏死谁了 狐狸棚 不透气 你干什么呀 你撕下来了干嘛呀 都怪我 怕下雨临着狐狸 引起感冒 所以就一直捂着 没想到这样做严重影响通风 所以就把潮气都闷在皮毛里了 就长虫子了 肯定是这个原因 北方气候干燥 他让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没见过呀 来来来来 不过河南亚是个声音的时候啊 好的问题啊 都是第一次碰到的 若没有经营 可就是他几件 只是在那一步一步的抹杀 这个过程啊 是痛苦 也连人审犯本事 小白啊 你可把我给吓死了 你说你要是有个好胆 我可怎么活呀 你还别不信 这次要是再搞不成 我可怎么还老丈人的钱呀 这钱要是还不上 他还不就打上门来呀 小军 咱爸妈来了 爸 您再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好到村口去接您去呀 听说 狐狸都生虫子了 那钱 又要打水漂了 爸 你又听他们瞎说 这谁也要乱叫舌根 爸 您看 我没骗您吧 这狐狸都好好的 就是就是 一个个胡方弄错的 和胡方的吗 怎么 怎么有点稀呀 你吓死我了 我还真以为是狐狸成名变成名女 什么呢 你说你这大分尖的 守着这些狐狸 你也不怕动 那钱呀 不急着还 我妈说了不着急 反正他们也不急用 那也得还呀 我还怕给你长媳妇 接这么大工钱 哎 胡方 你来看 咱家这狐狸 这毛真的有点稀 你看 嗨 我爸这种秘书 你还真当真啊 不对 我觉得最近有点不对头 这天气越来越冷了 本该是这狐狸 长毛长绒的时候 可是咱家这狐狸 怎么开始掉毛了呀 这皮毛薄不说吧 还不柔软 手感摸着 怎么这么色呀 你再看 这皮毛光的度也不行 一点都不亮 乌了八七的 这黑灯下火的 也看不清楚什么呀 算了 先回去睡觉吧 小军啊 你说的情况 我也没遇到过 这南方和北方啥的 环境很多条件不一样 我也不好乱给你出主意啊 这北湖难养 不太容易啊 这事啊 你再琢磨琢磨 哎呀姐姐 太可爱了 我咱走了 哎 看什么呀 真奇怪 我 现在呢 就是她 跟着我一路了 想借我便宜 你哪来的 想骚扰我女朋友 欠证是不是 哎 不是 你们误会了 我没有骚扰你女朋友 我是养狐狸的 我只是看你家小狗养的好 所以才跟着她 你看 我真的是养狐狸的 哟 真是狐狸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误会了 我是看你家小狗 养实在是太好了 这毛又长又亮 所以就想问问 你是怎么养的 哎呦 大家可都这么说 你别看我们家这狗毛长哈 但是从来不掉毛 就是 是挑食 每天啊 要喂一顿猪肉皮 猪肉皮 啊 哦 这书上书啊 这毛皮动物在生长过程中 对蛋白质的要求非常的高 蛋白质的质量很关键 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如果缺了蛋白质啊 这毛啊 就会长得弯曲 稀疏 甚至啊 会妖命 这么严重啊 那哪是了 不过我琢磨着 如果翻过来讲 这蛋白质足了 这毛皮肯定就会长得 又长又厚实啊 那小姑娘养那狗 那毛长那么长不掉 不就这道理吗 那小姑娘养那狗 那小姑娘养那狗 可以添加 这块油和猪肉皮 这块油呢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质 油呢 就动了皮毛的身上 猪肉皮 含有大量的胶原弹毛 和脂肪 对于后来来说呢 有些皮下成的脂肪 可以提高 绒毛的厚度 增强在毛里的头 背后那样呢 要人类自己的 很多脂肪嘛都是身之有要的 关键是你要开动脑筋的 不错 不错 你看我这里是两张齐全 好看一下啊 想这样皮子里有多少 我总共有三十多张 我全要了 谢谢 五八 五八 全卖了 全卖了 三十张皮子全卖了 一口价 两万 全卖了 真的 太好了 姚全叔 终于开始结果了 我家小军 开始赚钱了 来来来 来来 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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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 贼 说起心里话 那天啊 我是真没想砍你家树 当着孩子的面 二哥 对不住你啊 二哥 咱不说那天的事 你找我来要账 我还不上 那是我没本事 二哥肯借钱给我两道军 那是看得起我梁小军 我梁小军肯定记着歌 咱什么都不说了 话全在酒里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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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是个心里有数的人 是吧 我们喝酒 喝完了 让我们开开眼 带我们去看看呢 你这个狐狸镜 不不不 百姬胡 百姬胡 对对对 百姬胡 看看你新盖的狐狸棚 看看你是怎么样的 弄明白了以后 人和你带着我们哥几个 一起干 对 你牵头 搞个狐狸养殖合作社 弟兄几个 一块炸 对 一块炸 一块放彩 这个搞合作社 是好事 也是好想法 但是咱哥几个 得好好的合计合计 今天啊 这养殖场咱就不去了 咱还还 等那什么 等什么 等 刚才说了 一起办合作社 一个长的栗子 怎么了 你把兄弟几个抢你的财路 是 不 小金呢 怎么了 你是那种人吗 哎呀 我聊小军是什么人 大家还不知道啊 对 知道 走 咱不喝了 咱现在就去 好不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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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狐狸啊 哎呀 我也不疯了 我又不疯了 欺量啊 你别让我看 吓着小狐狸 别吓着它了 咱咱咱 这就是北极虎 我的北极虎 你们看 这毛色 亮不亮 这体型 美不美 美 美 小军 你真有本事啊 把这狐狸养得多白呀 小军 我服了 真服了你了 那是把北方的狐狸养成了 你真有 说定啊 以后这兄弟几个啊 都跟你混 一起养白极虎 小军 不 小军社长 什么社长啊 这合作社的头叫李市长 小军李市长 对不 对对对 别这么说 咱们以后啊 兄弟几个一起养狐狸 养北极虎 扩大养殖规模 养狐狸 养北极虎 养狐狸 好好好 我跟你们说啊 这书上说啊 天子湖白 你们 消的是什么意思不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啊 只有皇帝 才有资格 穿 北极虎 白色的皮毛 我为什么要养北极虎 就是要给自己 争个名头 来来来来 你们看 这只小白 是我第一代的种狐 可懂人性的 你看 跟我多亲啊 我来摸摸 我来摸摸 这么多软 我抱抱 我来抱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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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别吵 别吵 别吵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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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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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知道你干什么了你啊 你瞎到什么的 怎么了 虎风 什么事啊 什么了 你快点黄桃 我们已经发疯了你 你瞎到 他周五里都笑死了 什么 周五里 他都死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虎的虎子性很强 产材出去不能受到警察 如果受到警察的时候 他让我偷到小虎里的 他仰致是被你偷走 倒不是把他咬死 所以咬死了三三多多小虎里 他度手啊 虎脚啊 肉的虎 第二天呢 虎不担心了 我的指甲可以下滑的了 仰致就溃满了 我的家里全部溃进去了 我的死了快卖不吃了 更糟糕的是 我只想没个地方可以取钱了 当时啊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 海南仅吃多久 小白啊 你想吃肉吗 我也想吃肉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家里连块肉都买得起 孩子想吃顿饺子 都不敢吭声 你说我这当爹的 我搞成这样 是不是很失败啊 你们说呢 小娟 小娟 你赶紧收拾收拾 我妈带了几斤猪肉过来 帮我包饺子 哎 哎 对 把肉皮留下 咱家狐狸也好长时间没开婚性了 哎 还用你说呀 早都得饲料锅里了 快点啊 哎 过年了 过年了 有肉吃了 开婚了 咱一起改善生活了 不错 有特点 棚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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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朋友说啊 江苏金湖啊 有一个北湖南养 这北京湖养的不错 今天一见你 更胜本领啊 哎 哎呦 黎老板 您真是太过奖了 你看这大过年的 您大老友从河北来一趟 这一路上啊 也真够辛苦的 哈哈 大来人家跑来 我也不给你兜圈子了 你这儿还有皮子吗 哎 有有有 都在家里呢 走 我带你去 哎 黎老板 你看 这都是年前打的皮子 我全留着呢 不错 你有多少 我全要了 就按你说的家 黎老板 老哥 您全要了 哎 老哥 您要不再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一听兄弟你说的价格 就知道你是个实在人 刨去尊工和饲料成本 一只皮子能有五十块钱的利润吗 哎 老哥 绝对是行家 我确实没报高价 不过 老哥 你也知道 现在这市场行情 这皮子全都卖不动 价格 一直都在下跌 您一下 金这么多 不等于砸自己手里 干赔吗 还怕我赔钱 兄弟 实在 真实在啊 好 我也给你偷个底子 在山东 河北一带的养护场 我已经转变了 好皮子没啥了 而且 狐狸的存在数量 正在大幅度减少 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底 说是吧 我这也快扛不住了 虽然毛病市场的价格 正在下滑 但速度减慢了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判断 再坚持半年 最多一年 毛病市场的价格 就会有一次触底回升 而且啊 涨幅还会很快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部分资金 趁着现在价格挖地 多进点皮子 等到时候 老哥 做咱们这一行的 都知道有大年和小年这个说法 可谁敢保证 这小年什么时候结束啊 老哥 这么做有风险啊 干什么没有风险啊 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市场上机遇与风险并存 任主人就干 这就是我的脾气 这钱啊 还完咱爸妈呢 还能剩点 你带着津津进场城 给孩子买身新衣服 这马上都过年了 这孩子也大了 没新衣服穿怎么行啊 顺便呢 也给自己置办一事 再给咱爸妈呢 买点营养品 这一年到头啊 都是咱爸妈 都贴咱们 咱这回啊 也风风光光的回趟娘家 好 听你的 这钱啊 正好能派上用场 明天啊 我就进城了 自然你养了狐 我都多久没进城了 是 也算是善事善终吧 没赚什么钱 总算也没赔钱 折腾了这么多年 这养鸡养鱼的 个个都赔钱 就是养北极湖没赔钱 也算是给我改个名声 值了 是 这回村里啊 再也没人叫你败家子了 哎呀 这北极湖 明年的行情 你老哥说的也头头是道了 风险太大 咱小家小业的 就别折腾了 是啊 不折腾了 咱们啊 就中咱们家的三亩四分地儿 心里踏实 对 心里踏实 踏实 你甘心 不甘心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说我养狐狸这么长时间了 也有感情了 这忽然间说不养 这心里啊 还真有点 所以你就把怀孕的母狐狸都留下来 把狐狸水也收拾好了 就等着小狐狸出生了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吗 就收拾收拾呗 你没点心思 我能不知道 不是 这钱啊还得还咱爸妈 这万一要是打了水漂 你说我这 行了 最后问一遍 这狐狸 你到底养不养 养 不过这钱要是赔了 你还走吗 走 你还进城打工啊 你跟我一起走 行 我陪你一起进城打工 这辈子 更定你了 在家人的姿势下呀 我把全部家里都投进去了 这次啊 民营没有持平 我 我那年年 我那不是十五块钱一张 后来涨到六百块钱一张 你去度你的上场啊 我终于转到新来 转到大新来 今天搬新家 是咱家大喜的日子 我说几句 爸 妈 我从心里面感谢你们 没有这么多年你们无私的支持 但是 就没有我梁小军的今天 洪发 我更应该谢谢你 吃了这么多苦 你一直坚定的跟着我 帮我 能娶到你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还好我没看错人 把洪发嫁给了你 你好像以前不是这样说的 好了好了不说了 来咱们几杯 来来来来大家都安静一下 我来说两句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狐狸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新成员们 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毛皮制品的展示呢就告一段落了 现在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去参观狐狸养殖棚社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家人的信任与支持 成就了梁小军的创业养殖 也让他挺起了胸膛 迎接属于他的春天 那么在养殖和创业方面 有哪些法律政策保障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白手起家 兢兢业业 换来一番大事业 本集中的梁小军 扎根相处 踏实创业 在尝试了多种养殖类型失败之后 仍不言放弃 重装上阵 整装出发 在技术求教与经验积累之后 瞄准市场商机 选择特种养殖中的狐狸养殖 虽然其中破费周折 迈过了不少南坎 也走过了不少弯路 靠着一股子韧劲和巧劲 终于把狐狸养殖做大做强 特种养殖是一种须经当地 林业或渔业部门批准 并具备特种养殖证和经营许可证的 特殊养殖类型 特种养殖在全国各地区均有扶持政策 当然地域不同 品种不同 规模不同 扶持的政策也不尽相同 农民朋友在选择特种养殖之前 应当先向动物防疫站或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咨询 了解利弊优劣 量力选择风险强度 这既保护自己又造死他人 本集中大获成功的梁小菊 没有独享硕果 而是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 拉动全村生产力 组成了专业合作社 带动全村共同致富 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经济互助方式 它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 加工 运输 铸藏 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来达到成员相互合作的目的 它在法律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组织架构 成员享有一定的权力 同时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种法律框架保障下的合作方式 既分担风险又加深情感 既利于交流又便于协作 它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支撑起一片创业的蓝图 值得借鉴 不认命不认穷 坚持创业的任性 让它走向了成功 赢得了财富 广袤的乡间田野 商机无限 而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有着千千万万个故事 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 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就财富梦想 成就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有更多的法律保障的问题 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 关于五级主人公的制服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乡村法治剧场的创业制服剧 并且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 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要是往查询浏览 欢迎您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王鑫 下期节目 再见 每周晚6点05分 CCTV7乡村法治剧场 上演抠人心弦的法治故事 我们家小勇拿命换来的钱 他怎么就好意思张口药啊 持续关注三浓女法 解读法律 解抛人生 我错了 我再也不那么做了 真诚演绎 值得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